行 那我痛快点吧 那我就选郭敬明导演 好 好的 我选郭敬明导演 因为我们俩的想法特别吻合 就是我成为性女郎之后 就有很多人说 郭敬文是史上最丑性女郎 我当然我的颜值是没法跟以前的性女郎比的 但是我有一点不认同的就是 为什么一提到女演员 就非要把她跟颜值挂钩 为什么你不关注电影 为什么你不关注这个演员有没有未来 或者是有没有演技 为什么非要首先评价她的颜值 所以这一点我就心里很不服 很多人很多人很漂亮 但是她一眼就看穿了 她是一张没有故事的脸 但是你是一张让人想要好奇阅读的脸 我就是想看看 我这个天生不是电影脸 天生就是一张大脸牌的女演员 能不能有未来 所以郭敬明导演选了我 我就 我就是想去看看 可爱 天生是一张大脸牌的女演员 你好像也是那个类型 什么 我不是大清一类型吗 悬念来了 如果另外两位不是赵薇导演选择的 他们将会暂时离开这个舞台 来吧 我又很激动 你猜猜 我完全猜不到是谁 亚瑟是吗 刘亚瑟 是包文静 包文静 赵薇导演选择的最为心仪的那位演员是 赵薇导演选择的那位心仪的演员是 这个节目这么的心跳了 天呐